我又出现了 然后今天我要去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我要去挑战一个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挺难的一项运动 我要做这个运动之前必须要有一个很厉害的人来帮助我 说到这里的那个大家都知道是谁了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留一个悬念 然后以后等我换完装备 Hey listen 我们现在准备进冰一场 你会看看我没人的表情 我们会看看我的朋友 RGB 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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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在病团正在教我符合正常的形状 因为她的那种转啊 还有很多技巧 我实际上这个阶段是来自来的 美食 太难了 你刚才摔倒是什么感想的 屁股有点痛 因为就是屁股量本来认真是什么肉 直接就摘在我们的果头上的 棒 你多摔几次就习惯了 但是一般就是要生活不吸引 因为我在也不需要不吸引 因为我在也不需要不吸引 我们看到了病团 是那个院校吗 特技吗 她滑完之后 我们站在那里面的大人 他超级开心 你看 他在那里面表情 他又享受 嗯 嗯 好感 很享受的就是滑碧的 好了 现在我们中场休息 你对于滑碧有什么感想 滑了这么多年 就没有感想 这么干吗 因为你去玩一个娱乐项目 因为你第一次玩的话 你肯定觉得很新奇很有趣 但是你把这个东西 变成了职业的项目的时候 其实就没有那么有趣 就像每天艰苦的在跳舞一样唱歌一样 对 所以之前因为你可能不知道 冰寒 他一直都说要跳舞的一首歌 心情歌 打扰了 然后呢 他已经拖了一年了 到现在都没有跳 不是 因为雨昕那首歌 觉得很难表达 那他之前说他如果录节目 会跳这首歌 然而并没有 你说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 后来小时就补给你 哎呀 你们听到了啊 一定要 没有滑心心 太难了 然后刚刚刚就教我要 脚要这样内阔啊 脚要这样内阔啊 然后这样斜啊 然后这样斜啊 然后他干嘛 所以估计 今天能够加进去这些工作的几率 再来一个 但是我觉得能够这样滑心 加 一起加一个就可以了 请开始你的表演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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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